读读读 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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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读 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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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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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言之言 读读 不爱的 那么痛苦 连自己都不清楚 莫非爱是那么残酷 回忆总是将我埋伏 这一次我真的付出 拿生命当做独处 你要的是他的幸福 终于被我看清楚 我不哭 哭了好辛苦 为何被爱的人终于不会满足 我不哭 哭了也无助 我不哭 我服输 我不哭 哭了又何苦 为何爱的人终于将我埋伏 我不哭 哭了也无助 我不哭 我服输 谢谢 王毅达 好久不见 今天真的是非常难得 因为今天来到这里 有三个狮子座 我是狮子座 你是狮子座 我是狮子座 而且这两个狮子座呢 今天来到这里都是 找回自己的 找回自己 我迷失过 迷失过 不能说迷失过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定有一些不一样嘛 对不对 那 黄毅达 几年不见呢 如果以上一张专辑的话 大概五年 五年 对不对 我跟他大概三年不见 三年 是不是 但是你结婚他是... 我的伴郎 对 但这三年当中 你很骄傲地讲啊 对... 因为这三年呢 他呢 在要一去休息的前一刻 打电话跟我讲说 他要去好好的调整他的人生 要把他生活当中 他觉得是乱的东西 要把他删掉 结果呢 一删呢 三年都没有跟我联络 我 我觉得我是那个乱的东西 不是 他应该把你的地方 比例那些 我不是乱的东西 他又来找你了 对不对 王仁甫 你唱的其实 我们知道他的时候 就从歌唱比赛 但这一次呢 我们最惊讶的是杨忠伟 他自己出片都没来五年 因为我就是为了等这一天 跟走比唱一起来 好甜 他们两个交情真好 所以我在想杨忠伟 其实才前一天出片嘛 他就没有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很忙啊 但他们说周比赛来的 结果是杨忠伟陪他玩 哇 谢谢 好朋友... 后来我想他们两个 为什么会成为好朋友 其实有点... 就进入歌坛的背景有点一样 歌唱比赛 歌唱比赛 对 对不对 然后歌唱比赛之后 一定会被人家讲来比较啦 或是什么 然后进入歌坛啦 合约的问题啊 这些都是 你想得进入... 进入这个圈内 跟自己爱唱歌 又完全不一样 对 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要适应 对 所以你们俩可能有点心心相惜 相惜 对 我觉得可能 我们俩对音乐的态度 然后会有相似的地方 对 所以呢 那黄毅达为什么跟黄仁甫 会成为朋友 我有朋友啊 你讲得好像我只是来臭数一样耶 小燕姐 我们是朋友 不是 黄毅达朋友不多 真的真的有多 朋友不多 他以前来的时候就 你知道他是属于那种 陰柔派 陰柔派 头发 对不对 又是偶像包袱嘛 那自己又不想当偶像 可是我私底下 刚刚那时候蛮狂野的耶 那是跟你了喔 那我们没有喔 对不对 是 对 所以王仁甫 那个时候你也是他 台湾很少的朋友嘛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认识他的时候 因为他刚上完全娱乐 也是一样 就是觉得我就觉得他的音乐 那时候先听到 那个时候他们公司在主打一个 就是说先听声音 然后听声音都不要看到人 你猜猜看这个人 为什么唱歌这么好听 他是谁 那那个时候 我们完全的就帮他 在打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声音很好 然后他的音乐我也很喜欢 然后一来上节目他就这样 都不讲话 然后我就一直不断地 帮他捧布一直讲... 他就一直这样 嗯 嗯 感觉好像我出片一样 好 请坐... 很辛苦 谢谢 对 其实你们两个也是 因为 表演才认识的嘛 对不对 对 有一个电视节目吧 内地的 对 对 湖南卫视的一个公益电视节目 对... 叫天生一对 天生一对 对 其实你们就变一对了是不是 没有我们那时候是 他是他们那一对的对照 对 对 等于就是有点 有点竞争 竞争那种 对 两个对一起竞争 对 哦 那交情真的不错 呃...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也是通过那一个节目 因为其实那个节目就是每个星期的直播 对 然后所以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见面 对啊 然后就是 见面可能就大概那么两三天嘛 然后会 就大家一起相处啊什么的 哇 你在干嘛 因为在那个节目其实我觉得我做蛮多牺牲的 就是真的是包含一下跳舞啦 要跳舞什么都要拉一下对不对 然后我就想说她刚好在私底下 其实她也是怎么讲 就是可能私底下她 平常说在电视上看起来也是酷酷的 酷酷的对不对 对 就酷酷的 我觉得其实你们黄亦达跟周比昌都有 对 相同的 其实你最近旅行 就是说这一阵子在出这张专辑之前嘛 把何月介绍的自己 自己开始做 做自己的专辑了嘛 对 对不对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老板 然后你回去看这个周比昌的专辑 从前面啊 我就很有意思 从第一张 是这样的周比昌 然后又变那样的周比昌 又变那样的周比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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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我觉得 现在好像以前把眼镜又拿下来 又戴回来 所以她自己讲嘛 拿下眼镜是为了改变 那戴回眼镜是为了 找回自己 对对对对对 那亦达 找自己找了很久喔 长头发是为了改变 对对对对 一边头发不见 是为了转变 我的转变 但是她有一阵子就是没头发 眉毛也没有 眉毛为什么要没有 对 修行量没有没有 你看 她真的去修行 她真的去修行 也不知道那边 那时候我去清脉 然后出了 短期的对不对 1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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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把人家头发剃掉 要 要剃掉 然后眉毛也都剃光了 為什麼要剃眉毛呢 我不知道 廟裡和尚說 眉毛都一定要剃 後來就剃了 就大家都長得好奇怪 好像外星人一樣 他剃眉毛是因為希望你能夠 就是沒有任何的雜念是不是 我不知道耶 全部乾脆都見乾自散了 好 我頭髮可以剃 眉毛可以剃 但是睫毛要戴上去 睫毛要戴很翹 所以那17天對你有改變嗎 因為你那時候很不開心嘛對不對 改變很多 就改變我 我的很多的觀念 比如說 我們要刺繳畫園 對對對 然後錄的狀況其實特別不好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的那些玻璃瓶啊 什麼的 可是這17天呢讓我知道 就是做人一定要腳大實地 就是說我這17天 好像要洗服對不對 對 我都沒有踩到玻璃 就很奇怪 這17天 你怎麼走啊都不會踩到玻璃 而且我一天要走3公里 畫園的時候 3公里 對對對 刺繳走3公里 在那種泥土地上面 什麼泥土 馬路啊 馬路 那馬路 就石頭顆粒那種直接會 我後來走到夢地 十幾天 你有沒有想到說 你本來是很不開心 現在是很苦啊 不會 可是那天就... 那時候我後來是比較安慰自己 是因為我朋友走 我常會在廟裡自己 自己講笑話給自己聽 因為我朋友只是走1公里 我就說 所以我走3公里 對 然後他都畫圓會拿到雞腿 我都拿不到雞腿 你知道嗎 因為人家給你什麼你就吃什麼 所以我到現在比如說 比如說我上通告 他們宣傳會說 不好意思啊 這便當可能今天只有這樣子 我說不會 很好 對 有的吃就好了 師傅 怎麼有這麼搖滾的師傅啊 你好 師傅 好 師傅 師傅 如果我一來這張專輯裡面 你知道他完全是可以 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他...甚至在裡面有不唱的 就有音樂的 對... 我做東西的邏輯是 因為沒有人規定你 像我很喜歡音樂 我沒有說沒有人規定你 說音樂一定要有曲 曲一定要有詞 對 所以我的專輯 現在是會有包含有詞的啊 有音樂的啊 或者是說沒有詞的啊 對 什麼80年代啦 什麼這個 對... 完全是一個感覺 但是他有歌詞的都哭到不行 我不哭啊 還有一首歌也是哭到 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對... 因為那三年就是沒有跟你在一起 所以很不開心 因為他結婚了 因為我很難過 結婚沒有時間顧你了啊 曾經我中間一度 心裡面其實滿難過的 好幾次通告 我就叫你進來我的飯店了 那是之前啊 跟之前 所以之前就對我沒有興趣嗎 我對你從來沒有興趣 先生 對 不是 我要認福之前啊 他們都到我飯店去碰面嘛 那他就是... 你知道他有長頭髮 又這麼瘦 就一打開門啊 穿個浴袍 感覺上他好像去約會一樣 真的 我那天就是宣傳跟我講說 然後一打跟我們同一個飯店 也可以同一個活動 我說好啊 那我去找他 那你幫我問看他哪一個房間 我就去找他 就這樣 然後一開門是一個人 穿著浴袍這樣子 就岔開來喔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這樣 頭髮很長 進來吧 然後我這樣走進去我就... 我就這樣要走進去啊 我整個就很傻眼 而且一打真的 對 你剛剛看他外表 他以前就是這樣 很陰柔很陰柔的 頭髮很長啊 頭髮很長耶 對啊 害我都不敢在窗戶旁邊晃 他們看人家看到的就是 以為是 拿一個長頭髮的 然後你很像 你跟他那邊那種 不過一打那個時候 你知道他... 你記不記得黃一打那時候 來的時候 他一直是 好像會唱歌的偶像 就是... 而且有點 女生女生的感覺 就是... 你看...你現在看你的... 也是 我現在看自己不會啊 但我以前比如說 我開始留長頭 我大概17歲嘛 我進男車啊 然後我在洗手 那個男生一走進去 然後對來說那個... 那個傷害很大 因為我還沒開口說 我是男的 你知道嗎 然後比如說我去買一些 我買吃的啊 然後旁邊女孩子說 你看旁邊那個女的多帥 然後我說 我怎麼很難顧啊 你看 我家人 你看後面那真的是像你 那個妹妹 妹妹 沒有 這次完全不一樣 來...把CD給完成 帥... 不一樣啊 好帥喔 帥喔 對 你看 真的 你的專輯呢 我今天忘記帶 你看 因為我今天是專門為周筆唱 周筆唱 對 周筆唱 對 周筆唱 我帶的是內地版的 然後還有我品牌的東西 對 她是老闆娘 不是 是老闆對不對 對 就是這個都是你 對...我今天穿這個 謝謝 做老闆的感覺怎麼樣 現在做兩個地方 老闆又比較困難一些 沒有 因為一個是服裝店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工作室的嘛 對 就是喜歡當老闆喔 還不錯 就是反號司令 反號司令對不對 在選歌的時候就可以說 我就是要唱這樣子 對不對 不過這一張專輯 它的也是搖滾精神 很少聽女生唱搖滾 我非常喜歡 謝謝 第一首歌 就是 我覺得那個 你聽了她這張專輯嗎 我聽了 對 她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周筆唱做音樂 她每一張專輯都給人家 至少給我啦 我都覺得有一點 驚喜 對 很驚喜對不對 因為就像剛才小燕姐妳說 她其實除了她的造型 有她的變化之外 然後 我原本其實就已經蠻喜歡 她三張專輯 就是黑澤民 其實余光記那一張 我自己也很喜歡 然後到這張Unlock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嚇到耶 有點嚇到對不對 對 但是我非常喜歡她這一張 你們可以聽聽看 她這一張非常的周筆唱 謝謝 對不對 非常的周筆唱 還不錯 對 還不錯 裡頭也有珊妮寫的歌 今天要為我們唱 珊妮寫的歌嗎 是 好 我們來聽聽這首 蜜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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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著窗看到 她又說又想 便開車便脫了外套 隔著窗等到 她順便睡覺 做別人 做別人 誰與方可打擾 排隊的高潮 輕跳的眼角 你得到她一秒 隨手搏弄的淚發香 默默著她 低調味道 連一扇窗都搬不住了 全是擁抱 聽幾句幻想就能寫滿 一夜快過 擁抱著 一定的挫折 那麼生動 深刻的夜深人盡放過 一個迷路 連一扇窗都搬不住了 何須閃躲 兩人背後的刺青交換 一夜幽默 最後連吻痕都將褪去 做好朋友 像窗外的天空 痛哭了 湘怡 今天寫歌也是非常得心意識 對 這一次就是 我沒有找她寫曲 對 然後我這一次 比較特別找她寫詞 對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她的詞 對 就像這一首一樣 然後就是 還有一首標本 對 還有一首標本 然後但是那一首 我覺得跟她以往的詞 又不太一樣 對 就是我覺得她 比較好的一點就是 她會按照你這個人 然後去給你寫東西 對 她 她很厲害喔 對 其實剛剛我在看 我就在想 周比賽 你看這個應該是你原來的樣子 但我很難想像你 以前打歌服穿耶 對 都有一些比較誇張一點的 誇張一點 這很後悔那時候沒看到 對不對 但是她演唱會的時候 就不一樣是不是 對 我還記得她有一個 演唱會的造型好誇張喔 那個裙子 然後頭髮長到還大波浪 大波浪 真的 假髮吧 對 假髮... 那個改裝的時候也非常麻煩 就是我看到所有人 然後都為我一個人要去改裝啊 然後可能還要加一些眼睛啊 什麼換衣服 因為那個衣服也很難換 就是那個裙特別特別大 就是砰砰裙那種 上面還有很多就是 就是縫上很多鴿子啊什麼那種 就做人... 鴿子 鴿子 沒有 妳可以留給我 沒有 妳可以留給我 因為黃毅達你這次出來 那以前聽你歌的人 會不會覺得驚訝 其實我歌迷一直都很鼓勵我 去做我自己的東西 然後他們常會去唱片公司鬧 對 他說你就不要限制黃毅達 因為他做他喜歡的音樂 對...所以我這次出來 他們都很開心 然後最開心的是應該 我很幸運啊 因為一般 一般藝人要是不發片 大概兩三年 其實這歌迷可能就已經... 對 大家都不在 就是可能去支持別人了 那我的歌迷都還在 對 然後... 你朋友都不理 三年了 特殊任務有沒有 找人的節目 對啊 超級任務啊 然後我要從後面打開來 好久不見 對啊 真的三年了 三年了啊 所以我想一打來我想 黃毅達發片 你要跟他一起上節目 你們是好朋友嗎 我說是啊 可是他還在嗎 他幾年 你過得好嗎 你有沒有吃飽 有沒有穿暖啊 你知道這個人已經消失了 他真的有一陣子沒吃飽 你看光了腳在那畫圓 真的耶 所以那個時候 是什麼樣的想法 其實像你也有一陣子 等於就是去旅行 對不對 就是... 你們兩個都一樣的 但他的症狀比較嚴重一點 對 對 我不可能會去 當科學員要出這樣 對 他每一個人 我覺得你那個時候是有 真的很不開心 那你本來脾氣也比較壞一點 脾氣有一點 就是 我其實脾氣本來就不好 比如說像我跟我爸講話 都很不禮貌 一切 比如說我偷買了一個摩托車 機車嘛 然後呢 後來都大概開了 大概半年都沒被發現 他還半年不發現 我都停好遠啊 都停好遠再走回來好累啊 然後就有一天後來他就說 你知道騎摩托車很危險嗎 然後我就拿著我那個安全帽嘛 我就打開門我說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說我跟你一樣 對 好想趴啊 所以我以前不懂得講話 好想趴下去喔 難怪...難怪頭髮要剃掉了 就你爸說 可是 我都坐公車耶 你坐安全啊 坐公車安全啊 幹嘛一定要起不掉 以前比較... 我覺得我不懂事吧 然後工作人員可能很辛苦 可能我會... 會比如說 像我在寫歌平時很不好 他說那你有那麼多海報來幹嘛 你拿那麼多海報 因為我想送新加坡朋友 所以我寫歌的時候很煩 後面就有人一直念... 你知道嗎 就很煩 我就回頭說 你要我就施設給你 對啊 對啊 我就很不高興 因為搖滾精神很暴力 對 他的搖滾精神很正面 他是不要問他 你要我給你啊 你要幾張 你要幾張 我都給你幾張好不好 對... 不夠...我幫你打電話 其實他... 他們搖滾精神的歌詞都是很... 算是...算滿正面的 就是... 傳遞一些正能量給別人 正能量對不對 對 楊正偉的脾氣好喔 好嗎 好嗎 你看 我都說好嗎 我應該問一下你這個 沒有 他應該是 對 我應該是性格比較孤僻的人 但是其實像我聽到 我聽到逸達的故事 其實我還... 滿贊同他對不對 也不是 就是我覺得如果... 滿羨慕他的 對 會... 會講出來 可是如果我們兩個 是真的很好的朋友的話 我一定會打他的對不對 不會... 反正他比我... 我跟你講第一個要打得很久 真的 為什麼 你知道有一次啊 我在錄音室裡面 然後我們在樓下錄音 他在樓上錄音 然後我的人就是比較熱情嘛 我說逸達在樓上錄音耶 然後我也沒打電話給他 因為我只看到錄音室 上面有他的名字 然後我就走進去啦 然後他在裡面錄音 然後外面一個錄音師 就兩個人這樣子 然後逸達就開始在那邊唱 然後唱的 怎麼今天一直唱不好 然後我就在後面 然後他就 怎麼唱不好 然後後來走出來 他又跟那個錄音師在那邊講說 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機器怎麼今天這樣弄不好 是哪一條線沒有接好嗎 然後一直在那邊討論 我就... 然後弄了半天 他好像沒有... 沒有看到你 沒有看到我一樣啊 然後我就這樣 那你們先慢慢忙喔 我這樣...忙完了 對 我在樓下喔 喔好 不好意思喔 然後我就這樣 喔好... 我就又悄悄的這樣 對啊 那多可愛 他做音樂的時候 就很認真很認真 因為覺得很誇張 然後他去他家裡啊 他家裡什麼東西都沒有啊 就是一台...就吉他 然後他吉他 就東放一個西放一個 他都是這樣子抱著吉他 然後坐在那沙發底下 就開始這樣一直這樣 就開始每天就是抱著那把吉他 其實有點自虐型的對不對 對啊 就是 就吉他離不開他身體 你知道 他就是一直黏著 在家裡面的話 就是吉他一直要跟他在一起 對... 我以前剛來... 剛來台北的時候才好笑 我的吉他 然後他帶我出去吃嘛 他就把我的吉他放在地上 然後這時候我就看了說 奇怪 怎麼吉他在地上 我就把吉他放在床 對啊 然後他又放在地上 我說 我的吉他在床 對啊 我說不要動... 對 不要動我的吉他 對啊 就在那 我覺得做音樂人都有點怪怪 陶澤以前 媽媽不讓他那吉他 他就生怕他媽媽砸到他的吉他 然後睡覺他抱著 這真的是愛 真的是愛 對啊 我以前的 給吉他做是不是 楊中緯 你有這麼怪嗎 我...我不會耶 不好意思 他家裡的窗是擺好多麥克風 他說其他我沒差 我是麥克風 都睡在床上 可是我覺得是不是這樣 像依達這樣子會很特別 然後他包含他的音樂啊 然後他的人生歷程啊 其實我覺得因為你也很特別 你也很特別 對 你也很特別 你也很特別 你很特別 你很特別 我們都覺得你很特別 你很特別 我還好 我這... 你還好 還好 那沒有人太好了吧 我覺得其實進入演藝工作 有的人是很適應 我覺得像仁甫啊 這些都是比較 屬於適應 我們都是屬於比較 適應這個方式 跟著氛圍 你們這三位是 一開始肯定是不適應的 不適應對不對 對 就是有很多 然後會覺得 為什麼 就是... 就是因為 我以前 因為比賽 然後我也只是說喜歡唱歌 然後可能喜歡 然後就是唱給大家聽 然後那種 享受那種感覺 但是就是 真正進入到 這個... 歌手 對 真的當藝人 對... 就是不一樣對不對 對 然後 然後跟公司然後接觸 然後包括說 然後他們跟你接的一些 然後就是 那個時候 然後其實也是因為年紀小 然後有很多 然後都會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什麼... 就是可能會跟公司 然後有一些摩擦啊什麼 為什麼要穿馬獎 對不對 為什麼要戴頭套 對... 也不是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 有的人會在初期做的時候 是要那樣做要這樣做 我想楊宗偉最近這張專輯叫 初愛 初愛 對 對 就是唱歌是你 最初愛的樣子 對不對 你都是初愛原色 原色 歌子 兩個字 對不對 都是兩個字 而且都好像要找回 某一種最原來的樣子 其實都是一直在探索啦 而且也沒像二位這麼有創意 對 我都一直... 一直固守著兩個字這樣 對 他們都可以有三個字 四個字這樣 但李宗生不肯 對 我說大哥可不可以多幾個字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對 今天其實很難得四位來到這裡 而且很難得他們要合唱 然後我說王仁甫你要唱嗎 對啊 很難得吧 今天他們三個在這邊我唱了 他們... 怎麼看得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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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嘛 阿...阿妙是啊 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你剛剛按錯了嗎 我都很羨慕他 然後 像我以前 也只有他真的可以 就是約吃飯我會出來 對 但是他這個很臭屁 就是每一次來接我 都是開不同車 然後我們就想說 你都還沒到啊... 你都還沒到 我先開另外一台車 因為剛好嘛 你知道 少來了... 剛好他們... 以前衝動的時候 就是會比較多台 現在就沒有 你看到永遠都是一台 載著小Baby後面 還有安全座椅的保護車 對啊 現在比較務實一點了 現在就是務實了 現在務實 帶著小孩去露營啊什麼 就是真的改變很多 他比較從小時候 小時候 反正從以前他就會告訴你說 錢啊 要怎麼投資啊 然後比如說他說 像他買車 他會覺得貸款 他現在不買車 他現在坐民宿 買房子 買土地 對 不過我有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你們兩個風格 差很多耶 哪裡有差很多 你仔細觀察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楊仙 你真的沒有好好觀察 我們兩個楊仙 你仔細看我們兩個 你看這邊頭髮有沒有 這邊也是留長長的 你仔細看我們的手 對 也都帶一個皮戀 只是他帶黑的我帶白的 只是一個 你胖一瘦而已 我的意思就是這個張燕姐 一個王哥 一個柳哥 哪有主持人這麼直白的對不對 好 我們來聽你唱歌 表現一下 來...唱什麼 唱一打的一首很好聽的歌 那你還對我說 對 來 心很空 天很大 雲很重 我很孤單 卻趕不走 還要放啊 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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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固成為寂寞 往回看有什麼 男女還對我說 說我保護她的夢 說這個世界 對她這樣的不破 她漸漸忘了我 但是她並不曉得 遍體鈴傷的我 一天也沒再愛過 男女還對我說 說我是一個小偷 偷她的回憶 塞進我的腦海中 我不需要自由 只想背著她的夢 一步步向前走 她給的永遠不重 謝謝 哇 唱的這首歌 讓我們有很多的 現在回憶你那時候來的 就是一個怪小孩 還好啊 還好 你跟楊總偉一樣 你還好別人有更好的嗎 我第一次來台北的時候 我那時候被昌明公司簽了 然後我也沒跟我家人講 我就說 我明天到那個台北去 學作曲 然後呢 一直到半年 半年我也沒有打回家 我家人找不到我 然後這小孩子生死死的 根本不知道你知道嗎 然後半年後 對啊 半年後我就到家 回到家就看電視 然後又沒多久 我又到了台北 然後發片了 我也沒告訴他們 然後我媽就打來說 我剛剛在電視看到一個很像妳 我說 那是我 這個小孩 這個死小孩 對不對 你真的應該要去修行 你真的應該要去修行 不是 我覺得他爸媽已經修行好了 你會當模擬了 對 他媽媽真的很好 孩子回來就是福啊 對不對 豪名做法 對啊 真的 不過楊敦瑋 你的脾氣好 我又在講 我脾氣好啊 你確定 你確定 對 你會不會自己 就是跟他們比較親了 你跟他們比較親 我覺得你有的時候會自己 跟自己過不去會不會 對耶 有些時候就是 就是因為我想法常常很喜歡 鑽牛角尖 對 我是一個很會鑽 就是東想西想 想很多對不對 對 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那對獅子座來講 就這樣決定了啊 他要想很多對不對 我好像也不是 真的嗎 對啊 就是我也可能有一些方面 也沒有那麼像獅子座 對 然後就是我也會 有很矛盾的時候 對 真的 我都不知道 然後但是我覺得 他更認真 不是 他是那種 會很多感慨 就是他會發一些 對 我常常覺得我老了這樣 對 就是你看他微博啊 或者是他有一些就是 人生的體悟 那些話我都看不懂耶 就是天為什麼藍 地為什麼黑 不是 更加容易 該吃麵筋啦 成類這種的 應該就像很老這種的對不對 我今天突然間想吃大冒黑瓜 可是你... 但你看啊 你不會有莫名的感動嗎 這個會有莫名的感動 會啊 就是說你現在開始 會有莫名的感動 會想掉眼淚嗎 會 這畢竟還是有年紀差距你知道嗎 沒有 剛才我聽黃毅達他這樣講 我就很想跟他說 毅達 我陪你回去看一下你爸爸媽媽 我好想... 我好想照顧他們一下 不過楊正瑋是一個很... 很多情的人 會... 就是他那感情很豐富了 對 所以你想很多 你感觸很多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是自己苦喔 我覺得 因為感觸是自己的啊 對 就是內心 然後可能糾結的成分很多 你不會嗎 我也會有那一面 對 對 就如果... 比如說一些遇到一些煩惱的事情 然後... 而且還是一個人待著的時候 然後就會... 就會一直想那個死 對 就會鑽不出來 然後那樣的話 時間久的話 然後就是會變憂鬱 對啊 就自己也有... 也有過那一段時間 對 憂鬱他是很厲害的 他是很厲害 我肯定沒有你厲害 要不然我也去休息 可是我覺得他們做音樂的 是不是因為他們情感都比較豐富 然後比較會在生活當中 一些小情感 你就把它放大 所以才可以有一點感觸就寫歌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們變成是 很習慣去感受一些 就是要去感受那種 感受那種痛苦的感覺 對 自己也沒愛那麼苦 對啊 就跟演戲 什麼跳不... 下戲了之後 沒有辦法脫離角色 他們就... 可是被演繹的時候 你心裡面就一直 就是長想一些很痛苦的事情 然後就變成一直去鑽你的角色 楊宗偉是真的痛苦啊 對啊 所以他唱歌都很痛苦啊 就這種... 我們聽了 都跟著會想流眼淚啊 沒有 我是投入不是痛苦 你是投入 那我們聽 我們會感受到你的投入 轉化成我們的痛苦 我們聽了心有其言會有感受 好 現在已經... 你...你進入有幾年了 有沒有十年 沒有沒有 八年 八年 你呢 六年 六年 你呢 如果從開始寫歌啊 對 就到台灣來發片 台灣的話十年 十年喔 十年 從寫歌化... 你呢 寫歌啊 還沒出生 現在 還...還沒... 還沒找到爸媽啦 還沒找到爸媽 今天孫賢子來 他又在出...出專輯嗎 出專輯 後來我一看他 哇 小的時候還出過的專輯咧 對啊 他小時候出那個嘛 歌唱比賽 歌唱比賽的時候就有出專輯 台語的專輯對不對 對 所以到現在還是要再唱歌 那... 你的時間最短 你的感觸是什麼 我覺得 應該是 雖然有些時候我自己很自閉啦 然後我的脾氣也蠻... 蠻孤僻的 對 怪 我知道 你知道啊 我...我在... 我知道 有... 新聞不能算 對啊 你但是... 新聞只是講到十分之一啦 不好意思喔 我現在... 我現在小的楊正偉自己出片 為什麼不來了 因為我很怕 對 你很怕看到我對不對 對 我覺得沒有...就是... 沒有地方好逃對不對 這裡都是你的朋友 阿咪老師 對不對 從第一天就看到你 是不是 對不對 對 對 我還要繼續講下去嗎 沒有啦 就覺得其實... 我覺得我自己反而就是... 現在是很享受 自己一個人很享受這樣子 對 你呢 其實我覺得... 就是都是會有一個這樣的過程 然後我以前也是很自閉 就是包括我認識很久的朋友 然後他們現在說起來 我以前都是... 就是... 說我是個死小孩 就是... 完全都不想理我那種 就是... 大家一起... 今天有兩個死小孩 就大家一群人 然後就是... 聚會啊 聊天啊什麼的 然後我都是... 像... 像... 像是... 自己... 然後就是那個... 可能... 我頭頂那張燈 然後是被熄滅的那種 就是... 默默坐在一個角落 然後也不說話那種 對 但是現在的話 然後他們就覺得 我轉變了很多 然後現在就是 整個狀態也是很好很開心的 對 所以今天真是很難得喔 幾個孤僻的人都來到這裡 對 希望我們今天陽光的來開導這三個 對... 所以陽光主要是暗黑破壞神 這三個是暗黑破壞神 但是呢 他們算是暗黑破壞神 他們是破壞自己 然後帶來好聽的歌給我們 所以今天最後楊宗偉呢 也要跟周比昭一起唱歌 那真是太難的機會 選的是什麼 是我們在節目曾經合唱過的一首歌 叫《征服》 終於你找到一個方式 分出了神父 輸贏的代價是彼此 分身碎骨 外表健康的你心裡傷痕無數 頑強的我 是這場戰役的俘虜 就這樣被你征服 切斷了所有退路 我的心情是堅固 我的決定是糊塗 我的決定是糊塗 就這樣被你征服 很想你曾好的毒 我的劇情是糊塗 我的愛恨也糊塗 我的愛恨也糊塗 你如果經過我的坑路 你可以成功 你可以成功何時為我祝福 你可以成功何時為我祝福 我的愛恨也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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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從新加坡來的歌手 當年來的時候頭髮長長的 長得很漂亮的一個男生 聲音非常好 但是突然幾年不見了 周筆唱是在內地成為小天后 歌唱比賽出來 出過很多張專輯 每張專輯都不一樣 打扮不一樣 歌聲不一樣 這一張是完全她自己製作的 找回自己的一張專輯 今天他們兩個都有好朋友陪來 周筆唱的好朋友是楊宗偉 黃伊達的好朋友是黃仁甫 周筆唱怎麼會跟楊宗偉很熟呢 楊宗偉真的自己專輯 都沒有來過節目 反而陪著周筆唱來 我想他們兩個人背後的 進入歌壇的背景很像 都是歌唱比賽 有的時候都會被拿來跟人家比較 在唱歌這條路上 也有很多時候跟自己過不去 或是跟別人過不去 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 像楊宗偉啊 周筆唱都會心裡很難過 但是這幾年也都在自己的歌唱路上 找到了自己 周筆唱說 這一兩年她解決了合約的問題 去旅遊 覺得自己該選擇什麼 該放棄什麼 都應該要自己下定局勢 她說當年拿下眼鏡是為了要改變 再戴上了眼鏡 其實也是自己的成長 黃毅達兩三年不見 這樣王仁甫說真的不知道她到哪去了 其實她也是因為在這條路上走得太痛苦了 她趁著到泰國去修行幾個禮拜 剪掉了頭髮 當年留長髮是為了要當偶像 剪掉頭髮是為了找到自己 這次留了五顏六色的顏色的頭髮 是證明自己還是愛音樂的 兩個人的專輯我都聽了其實都有點搖滾 而且我都很喜歡 因為這裡面都是黃毅達跟周筆唱 最真實的自己 我想非常謝謝楊宗偉 今天陪著周筆唱來 而且還唱了真符非常好聽 我們很過癮 當然也謝謝王仁甫 因為黃毅達真的在台灣朋友不多 很感謝你一路的照顧她 謝謝你們 小燕之夜明天見了